中国第一代打女,也是红金宝的亲奶奶,连周星驰成龙都要净她三分。 中国第一代打女,也是红金宝的亲奶奶,连周星驰成龙都要净她三分。 香港电影作为香港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警匪片和武侠片也都能找到发掘的源头,而武侠片,却是我们心里一直存在的一个美好风化。 香港电影打女曾初步穷,早期的杨子琼,胡慧中,杨丽京,都能独自撑起一片天,后期也就断代了,近期的杨鹿侠,则让人看到一个女打星的诞生。 而中国武侠第一代打女究竟是谁呢? 小编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位,中国第一代武侠女明星,也是中国第一代打女,其实大家看八、九十年代的港产片,经常见到一位婆婆专门客串角笑或温情戏份,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。 年轻一位或不知,年长一位必定记得,在一些影视作品中,她曾经饰演周润发,周星驰,张国荣,吕良伟,林青霞,钟畜红,刘嘉玲,叶红的妈妈,她就是中国第一代动作女星,红金宝的青奶奶前四英。 前四英1909-2007,中国第一代武打女影星,1909年于上海出生。 因家人迷信,孙命先生说她活不过九岁,建议家人把她当男孩养,对冲命格,加上自少好动,所以前四英八岁师女扮男装,参加云集南北武林林师的精武体育会的功夫班,学了一身功夫。 前四英八岁师女扮男装,前四英曾经说过,那时精武体育会不收女生,所以她要女扮男装,直至一次小便时给石穿。 但师傅很好人,说她聪明,让她继续学。 1925年她16岁起初演了《南华梦》,《情场怪人》等片,因为家人认识片商,所以前四英移入电影行便当主角,很快成为小有名气的大星。 1927年,中国电影业开始流行明星制度,前四英于阮林玉,范雪鹏,蝴蝶,徐秦芳,夏佩珍,吴素欣和乌立竹被举为上海八大明星,在电影界走红。 她在21岁起初演,她在21岁起初演杨小众指导的《江南女侠》,戏中她耍枪舞棍,结果红遍东南亚,被称为中国第一女侠,中国第一代打女。 前四英在上海领盘活跃十年之久,拍过四十多部戏。 前四英后来嫁给导演红遍,又名红仲豪,19021963,红遍在上海创建金融公司,制作了不少武打片,如《黑夜怪人》、《海上女侠》、《荒泰奇侠》等。 三十年代,红遍是少人美之妖来港发展,后来成立华南片场,地牌众力启用新人拍五打片,结果捧红了打星林娇19232009,和鱼速秋19282017。 前四英为红鸡蛋下午男二女,为了照顾家庭而一度吸引,期间一资助于战园开办中国戏剧研究学院,更将自己一对双胞胎,金龙、银龙,和孙子红金宝,三位年龄相近的书职送到于战园那儿学习。 当中红金宝成为原自卑艺员,一级后来文明影坛的西校福之一。 直至1963年代,前四英丈夫去世,孩子又长大才复出客串电影,而徐克曾在1995年作品《刀里》曾向他致敬。 辅出后的前四英只能演一些配角,但是在香港电影圈里大家都会管他叫一声红妈妈,前四英属于那种殿堂级的人物,七校福等都对他非常尊敬,就连周润发,周星驰,成龙都要尽他三分。 在周星驰电影《赌胜》中,在电梯中他更是暴打了一顿周星驰,虽然戏份不多,但绝对是赌胜中最出彩的几分钟。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周星驰对这位老前辈的敬爱之情。 前四英还在《博跑里》饰演的《武器华妈妈》,《花样明华》中饰演张满宇的房东,周星驰的《技工中跑龙套》。 等很多的香港电影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而现存甚少资料提及他早年的动作片生涯,他曾十分自豪表示,三四十年代他的动作片是亲身真大。 前四英曾经受访说他在拍《火烧红莲4》时,当年没有吊威也,亦没有替身帮助,只能靠他自己伸手跳跃,拍出像飞一样动作镜头,动作技术在当时叫好叫做。 在2007年,98岁的前四英辞世,很多的香港电影人前往调念。 大导演王家卫在追念前四英时表示,《红妈妈》一生见证了近代中国电影历史光辉的一夜,很遗憾听到他离世的消息,在与红妈妈合作的日子里,非常佩服他对电影的热忱与敬业的精神。 他是一位十分乐观的长者,也是一位很重情义的前辈,我们会永远怀念他。 虽然如今的前四英已永远离开了银幕,但是每次在周星驰赌盛和技工中再次看到他的身影,不禁缅怀不已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